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清明期间 通讯软体LINE 针对殡葬方式进行民调 结果 超过七成的人支持 用树葬 海葬 花葬等环保葬方式 不到两成的人选择禁塔 也就是一体火化后 将骨灰放入纳古塔 您是否曾经想过 自己与亲人死后要如何埋葬呢 路途为安 是许多亚洲人的传统观念 不过 随着环保意识抬头 传统土葬逐渐被火葬取代 佛教提倡火葬 主要意义就是不重皮囊 因为 如果埋在土中 唯恐死者执着生前的形骸肌肤 而不能解脱 因此以火焚之 释迦摩尼佛入灭后 自发三昧真火 将自身遗体焚烧殆尽 一尘不留 就是视线四大皆空 乌有丝毫俊炼 此一习俊传至中国后 自随唐以来 佛教信众也多以火葬为主 相较于火葬 土葬所耗费的金钱 时间 人力 物力等 真的要多出好几倍 殡葬程序与仪式也比较繁琐 现在人会选择土葬 多半是比较注重风水 佛喜曾经参与两次土葬 其中一次的棺木 还必须雇用吊车高高吊起 然后看时辰 再放入土穴之中 礼仪社人员特别提醒 自己的影子不要被棺木压住 所以 除了风水师和台棺人员 大家纷纷走避 自民国九十年起 政府推动公墓公园化 因此一规定 家属在七到十年后 必须要减骨 请风水师责定吉日 将坟墓挖掘开来 再由减骨师减食遗骨 先将骨头上的泥土擦拭干净 之后放在阳光下曝晒 再装进骨骸潭里 重新迁葬它处 或是破化成骨灰 装入骨灰潭净塔 由于减骨石会连同陪葬的首饰或金饰一起减食 因此台语习称为简金 Q金 近年来 包括树葬 海葬 花葬等方式 在世界各地逐渐流行 这种所谓的环保自燃造 就是当人死亡后 以火化的方式将遗骸烧成骨灰 之后不做永久的设施 不放进纳谷塔 也不立碑 不造坟 就是让遗体化作春泥回归大地 避免环境破坏 节省土地资源 提升殡葬文化及人的精神内涵 由于环保藏仍需火化 多少还是会造成污染 所以美国华盛顿州立法通过了所谓的 堆肥葬 让尸体直接变成肥料 真正回归大地 业者会将遗体放进圆柱状的木箱底座中 里面含有促进剂 像是细菌 原生动物 真菌混合物等 来加快腐化过程 并反复添加氧气 必要时还会连接太阳能板 添加额外热量 完成后 业者会将分解后的大体肥料 放进四个大桶子 家属可以全部拿走 也可以部分捐献给当地的森林 为木地种植新树 而在日本更加先进 业者推出所谓的宇宙葬 将王者的骨灰 装入像是高空气球的大型球体中 再打入氦气 释放到空中 三个小时后 气球会升至距离地面约40到50公里的平流层 然后膨胀爆裂 骨灰散落空中 业者强调 宇宙葬很环保 因为气球残骸落地后 会在土壤里分解 骨灰则主要由磷酸钙组成 不会破坏环境 而王者能够在无穷的天际俯瞰众生 再回归大地 不为他人增添麻烦 而且宇宙葬的费用 只需每人24万日元 折合新台币大约6万2000多元 大大减轻了家属在葬礼的花费 根据佛洗接触的经验 虽然环保葬近年来确实增加不少 但多数家属还是会选择敬塔 方便以后祭拜追思王亲 佛洗已经计划好了 未来以树葬或海葬 挥别这个娑婆世界 您想好了吗 南无阿弥陀佛